白天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勇敢的心幾乎反骨 頭上的天蔚藍孤獨 梦想走过 寂寞深处 竟然有不变的温度 蜘蛛的心 步履残错 小小的路 飞扬尘土 爱恨看过 人间无数 竟然有满怀的情愫 竟然有满怀的情愫 这次我绝不替他求情 军法该怎样 就是怎样 保证完成任务 完成不了任务 我吐吐了他们 你说什么 我吐吐了自己 请师座 参长放心 我一定全力配合 保证完成任务 就是 由老卿配合我 保证完成任务 你救我活命 保我平安 要不然 我砸了你的佛像 你要是敢把这佛像 弄坏一点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堪 等等 我答应你 沈小姐一言即出 司马难追啊 我就说沈小姐 是手眼通天 比哪尊菩萨都管用 和平安 你就这么肯定 我可以救你的命吗 我肯定 我肯定 你竟然没有撞死我 为什么不下来见我 周四 下车 刘主任 拦着我的车有什么事吗 你终于肯见我了 这五年来 我一共给你写了一百四十八封信 你没给我回一个字 好不容易 放了一封回信 还是让我救别的男人 我不顾一切地创进刑场 把人给救下来 总该跟我说一句话吧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你何平安是谁啊 为什么要救他呢 话你也说完了 那就让开吧 我只想问一句 你好吗 你要好好的 来来来来 谢谢核桃 不许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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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和平安 还能坐在这儿 跟大家喝酒 来 干杯 来来来 干 好 核桃 中国有句古话 叫大那不死必有后福 来 究竟吧 敬核桃一杯 来来来 来 宝贝儿子 喝一口 不行不行 你真是干什么呀 平安 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 又开始没正经了啊 嫂子 说好了出去吃饭 你又做 让你受累了 来 猴子 关了 嫂子 对不起你们啊 没让你们出去吃 我也没花钱 找什么头牌啊 姑娘什么的 你们就多担待点啊 嫂子 你看 我都说我吗 错了你又说 其实我不是舍不得 这几个钱 只是现在这年月呀 多攒点钱 心里头踏实 提到钱 我差点给忘了 来 来 来 等个地儿 来 大伙儿分分 盒头 这钱我们说好了不能要 你受那么大罪 那是我死了 钱留给你侄子 嫂子 我现在不就停职吗 该分还得分 来 一人抓一把 剩下都是我的啊 手大手小都是太理代的 谁都别争啊 来 怎么都不动啊 看不起我是吧 是啊 都拿吧 听你大哥的 说好了 一人只能拿两块啊 好 好 钱也拿完了 我想求兄弟们帮我个忙 你还帮啥忙 有事你就说呗 河头 那天不是我开的枪 是有人故意冤枉我 咱们有仇不报 不是爷们儿的作风 你们帮我留意着点 把这个人哪 给我揪出来 行 没问题 好 来 喝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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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 早点睡吧 好 平安 你能不能不查了 管他谁开的枪呢 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 这事好不容易过去了 万一查来查去的 又招回来了怎么办 我不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这话你说给外人听吧 我还不知道你 怎么好不容易过上太平日子 要不然这样吧 离开这儿行不行 好 对 你说得对 都听你的 你别骗我了 我看呀 你还是要把开枪的人找出来 平安 我跟你说 你看昨天抓了多少人哪 这怎么查 万一查出来 是土匪 是日本人怎么办 那就更得查呀 查查查 你就知道查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去睡吧 我心里有数 看见了吧 只要叫熬出揣蛋 就有粥喝 千万不要相信日本人的揣蛋 他们那儿都是骗你们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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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粥刚才让人抢了 你 你再过来吧 你有传爱单吗 我刚才给你传单了 不是 我粥刚才让人抢了 你再 再 你什么时候给我传爱单了 我刚才给 给自己放 没有传单 走 没有传单 不给粥 来 来 下一个 去吧 佼佼 师父 我本来都要着粥了 让人给我抢了 师父 没事的 咱们再想办法 佼佼 你放心 师父不能让你活活饿死 怎么着 师父也得让你吃上饭 好 这破石头 求人不如求妻 你 你这是去哪儿啊 没什么我就出去走走 干脆啊 你就在院子里面走走 你要去哪儿 我替你去 我总得知道是谁开的枪啊 你就不能忘了自己是谁吗 放心 我就出去走走 教书团单 就有周合啊 请 只要交出团单 就有周合啊 放开我 你别抢 放开我 平安 太好了这个比你 你拿走 我再去拿 为什么抢人家粮子啊 你两个人都没法紧扯 我们吃什么呀 不行 跟我走 平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各位集合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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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爷 何爷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问你话老老实实回答 要不然我就办你 何爷 昨天你差点没挨打 今儿怎么又出来当差呀 何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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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 这两天 有没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 这满大街这么多人 我哪看得过来呀 何爷 何爷 你轻点轻点 我还得靠着手手吃饭呢 你再敢偷东西 我就毁了你这床贼爪子 行行 我说我说我说 昨天晚上一票的人 到处惹事 说的全是江湖上的黑话 我还听他们说 今天要去居服楼方面 怎么知道的 何爷 小的昨天没长眼 偷他们东西 差点没打死我 何爷您放了我吧 走吧 谢谢何爷 谢谢何爷 好嘞 你要是晕车不舒服 你就下去爬两球 我晕车 我是心里不舒服 你说不就是去唐德清京城吗 他带着这么多兄弟 我老雷就办不了这差事 这参谋长还非得派你 这么一个协助来 这就是不放心我老雷吗 老雷 你大概没有听清楚 拆参谋长的命运 他是让我来盯着你 不是让我来协助你 知道老雷 您就是监军 你说咱俩在一块干 这么多次任务了 哪次你当监军 真正协助我老雷 还不是在旁边 挨手挨脚的 妨碍我施展拳脚啊 那你倒是说说 哪次是没有我这个监军 是靠你自己把事办得漂亮 是上回侦察敌情 被鬼子发现了 让鬼子追得满山跑啊 还是这次挡住灾民 不让他们紧张的 老秦我看起来了 你就是一小心眼 我老雷干的糗事 你一劲你都没忘了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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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darn 来 你别再走 你好 来 你不怎么回事 你这么回事 你不怎么回事 我买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不回事 赵子龙我铁斗山可比不了 可是这唐德成 他不是长板坡 这魏九封天不是曹孟德 真要是东西争格的 老子我单枪匹马 就灭了他县政府 我能行为他脑袋我惊醒了 我当球机 也就能挖出来我当炮仔 这都是什么人啊 土匪 那你还不快走 我送你出去 我是县长 不能走 要走得他们走 何爷 这 这街面上都是哪天仗义 你都别为难我了 这小店是小店的规矩 我怎么在为难你呢 掌柜的 我是停了职了 可好歹 我还有几个街上的朋友 他们跟我不一样 就爱吃饭不给钱 还得拒负老往外掏钱 何爷 真不行 他没这规矩啊 再又说了 这魏县长在上边俩家呢 您就是不看僧面 也得看佛面是不是 你不提他还好 昨天我差点让他给打死 我告诉你 这件衣服我给你了 你要是不借我一件 我朋友可不答应 你这儿有阴影吗 有 倒是有 可怎么去给你拿呀 有了 来 来 你拿着这张纸出去找寻警 让他们马上派人过来 这份 你找个伙计送到城门 立刻关闭城门 那你呢 我在这儿等着 人到了 就动手 犯得上吗 陪着这些人玩命 你有多少大事要办 最近县里出了那么多答案 我一个县长能不管吗 不过你放心 警察没来之前 我是不会出这个屋的 请iniz понимаю 快来来来来 快快 快快快快 这大当家的就是高昂 让咱们拜承灾民进层 大发裁员 他们怎么知道 咱们在这儿大食大喝呢 等他们明白了 咱们都撤了 来来来 来来 吃菜吃菜 来来来来 喝喝喝 谁啊 大爷 送菜的 进来 下来了 我们没有点菜啊 各位爷 肯定是第一次光临的 本店规矩 头一次来的 都有赠送 放这儿吧 没了 兄弟 你不是伙计 瞧来瞧上走 脚踢脚下销 当家的是哪一路 中向阳腰的后人 没想到这城里边还有同道啊 当家的 赶来城里喊金子 兄弟佩服 兄弟什么自豪 有何贵干 房上没往 非否非否非否 江湖上风大浪急 当家的别问了 你们走路了风上 我是来给你们送信的 还不赶紧撤回去 兄弟 江湖上风大浪急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兄弟们 赶紧撤 不对 他是昨天那个艾罗的警察 就要看平安 慢着 真不行 他没这规矩啊 再又说了 这毕建长在上边啥间呢 您就是不看僧面 也得看国面受伤 各位英雄 既然你们认得我 应该都知道 我昨天差点被新卫的 给打死 这个无关 受了人浅 故意冤枉我 要了我的命 我虽然是警察 可我是真心来投各位的 您马上走吧 马上就有人来抓你们 那个毕童风 就在隔壁 老蕾 我可不是小心眼 我这是执行军令 这么着吧 你要觉得你的拳头 能快过我的枪 这次我听你的 老秦哥 我的拳头肯定没你的枪块 咱老雷 不是为了把这党子 拆事干好吗 你说唐德县城里 那帮仇当官的 平时没什么鸟事 竟干那些欺压百姓 苟障人事 耀武扬威的事来的 咱哥俩啊 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他能听咱们的 还有了 我听说那唐德县长魏九峰 那可是在唐德盘踞多年啊 据说他黑白通吃 水米不浸那一竹 老雷 你这都是从哪儿听说的 你们真把我老雷当大老醋啊 干这么大的事 我能不打听清楚吗 老雷 我觉得你不是只老虎 是煮熟的蛋骨肉 行了 只要这次不犯大错 就游着你 对吧 游着我 你就瞧好吧你 上路抓人 前进者赏 后退者罚 收手 张局长 你千万别冲 魏县长还在里边呢 你说什么 县长还在里面 何必安 你居然当土匪 欣慰啊 我差点被你打死 我就是要报仇 我跟着当家的 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谁愿意给你当什么小警察 好 何兄弟说得对 你现在就把他杀了报仇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是 当家的 杀不得 为什么杀不得 我当过警察我知道 他们这些人 是不会顾老百姓死活 唯一机会的 就是这个魏县风 杀了他 恐怕咱们出不了城 更何况 扭了这个姓魏的 咱们还可以敲他一笔 怎么发 敲我他 下面的都看见了吧 魏九封在我们手上 何平安 是你 你小子勾结土匪 什么勾结土匪 楼上的 全是杰伏济贫的英雄 我任劳人员给你们当警察 差点被你们打死 老子不干了 你们听着 给我们准备一辆卡车 装满了粮食 再给我们准备两千大洋 一小时队的药送到 要不然 我就把魏九封在我们手上 扔下去 何平安 你个王八蛋 你信不信 老子飞巴了你的皮 一个小时 东西不送到 准时让人 你 局长 这可怎么办啊 何兄弟 真有一套 以后 还要靠当家的栽培 局长 你这怎么办啊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他娘知道怎么办 也不能见死不救县长 还在里头呢 县县县县 县你个头啊 按他们说的办 备车找粮食 是 张局长 沈小姐 张局长 我是来帮忙的 我听说了魏县长出了事 这一帮土匪 他们一定会趁机勒索 我带了两千块来 不够还有 你说 到底有没有粮食 张局长 沈家当然有粮食了 那你说 什么条件 政府有事 粮商们一定会帮 但的确不能 让我们白出钱 别人家我不管 但沈家粮行经营 政府永远不能干涉 独自买卖 并且三年不征税 是 沈小姐 您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张局长 你可要弄清楚了 趁火打劫的可是他们 那这事我说了也不算呢 这你放心吧 文书我带着呢 我会派人上去跟土匪们谈 只要魏县长签了字 土匪们要什么 我们沈家就给什么 赶紧呢 准备好了卡车 专门了粮食 越买越好 就停在下面 车就停在这个地方 准备好了卡车 专门了粮食 越买越好 就停在下面 车就停在这个地方 张局长 你也看到了 如果再不做决定的话 恐怕魏县长可惜要从楼上扔下来了 局长 何平安你个臭崽子 行 我都答应你 周四 派人送一车粮食 停到楼下 是 不够在家 夹不到一人高 我现在就往不久放生下去 按他说的做 给我加 加到一人高 这个文件 你一定要拿好 上去一定要多加小心 放心吧 小姐 魏县长 还请您签个字 我们小姐保证 各位朋友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保证您的安全 愣什么 签字 我魏九峰一生不受胁迫 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 她囤积粮食 抬高物价 国之大害 你告诉她 这字我不欠你 你走 走 你 老东西找死 你签不签字 你杀了我吧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签 好 她定要宰了你 签长 签不住了 签长 怎么办 抓土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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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啊 杀 杀 杀 何头 你没事吧 县长大人 长白山挖出来的 尚好人参 您受惊了 您得压压惊了 是个人才啊 城门夸架 都是我应该做的 单枪匹马 独闯龙潭 这是用 有敌诈祥 用面粉车救人 这是 这 先人后己 为别人去担当 这是人哪 这个和平安有点意思 是个人子 这个和平安 是个什么人哪 这 卫县长 三清团的刘世明来了 是 老公 刘大主任 刘何必干的啊 喂 先生 张机长也在啊 巨幅楼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我来呢 只想问问 这个和平安 到底是什么人 他就是警察局的一个警察啊 和平安在巨幅楼 枪杀土匪 弹无虚发 枪法极准 可是我查了他的档案 九年来 他的考核成绩 一直是丙 最好也不过是个义 我就是想知道 一个九年都打不准枪的人 怎么突然之间 变成了一个神枪少了呢 而且 他所有的档案 都止于九年前 之前没有任何记录 报告上说 九年前 他是带着老婆孩子 逃荒到这里来的 我向省医打过报告 九年前没有再轻 何来的逃荒一说呢 这么说 刘主任又救出一个共产党 我没有说他就是共产党 只是怀疑 我必须要查 不过 我知道他立了大功 还救了魏县长的命 所以特爱轻视 这个抓捕共产党 是你们三庆团的事啊 你跟我归报什么 据我所知 你们可没少抓共产党 所以说你小子 将来是前途无量 你爱这么查 怎么查 说老实话 我都想知道知道 这个和平案 到底是何方人事 当然了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睡着 九年前 你刚到唐德的时候 每天晚上 都枕着枪睡觉 只要有一点响动 你就会惊醒 记得有一次 我半夜起床 你蹭的一下就闯进来 手里举着枪 眼睛闪着光 我当时心里就想 这样下去可不行 后来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终于把你教会了 像普通人一样睡觉 每天晚上 我能听见你的呼噜声 我心里头就踏实了 可是 自从上次你打开城门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你打呼噜了 我也知道 瞒不住你 我也知道 瞒不住你 这么多年 我想尽办法 就想让你变成一个普通人 看来我还是没能做到 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 今天 我开枪杀了人 这九年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今天我是逼不得已 我以为我还能像以前一样 可是现在 平安 咱们过了九年的太平日子 值了 我来 是问问你有关 和平安的事 我来 问和平安的事 去问和平安去 那天何平安让你把面粉车停到巨幅楼的楼下 你们有没有商量过 没有 没商量过 那是凑巧 不是 那是什么 是默契 你们才认识几天啊 两天啊 两天就默契了 有些人 只认识了一两天 就有了默契 有些人 认识了很久 却看不透她的心 回去吧 这儿有些人 咱们 先去做 那些人 你只要去做 你只要去做 听魏仙长回忆 当时就是因为你的指甲 才让土匪看出来 我 我脑子笨 没注意到这些细节 可千万别这么说 您是大英雄啊 你深入虎穴 不但救了魏仙长 还救了那么多黎明百姓 何警官 可以说你是一战成名了 刘长官夸奖了 你找我来 有什么要问我的 别误会 不是问 我是仰慕唐德城内的大英雄 把您请来聊聊天 听说你是丧之人 好地方啊 几年前我也去过风景秀人 我记得在河边有一棵大榕树 独木成林算是奇迹 您恐怕记错了 河边没有柔树 何警官为什么背井一乡 来到唐德呢 民国二十三年闹灾荒 就逃到唐德来了 可这政府报告上说 那年没闹灾荒 政府那个统计 什么时候准夸 你还信这个 何警官 那你在老家做什么营生 我爹种田 我在染房帮东家挑水 那这么说 您出神入化的枪法 是挑水挑出来的了 民国二十九年春季 射击考核记录 十弹 八重 两弹拖把 三十二款 秉中 民国二十九年秋季 秉上 民国三十年 秉中 您要自己看看吗 不用 何警官 您这射击考核记录 真是差强人意呀 那为什么昨天 弹无虚发 碰巧 碰巧 何警官 你还真是心惨 我就是小警察 你说什么 我没听懂 何警官 我向你打听个老乡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丧之人 那可多了 你要问 哪家的 何家 何龙 何胡子吧 认识 可是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当年这个何龙 带着人搞共匪 应该害得你老家的人 没少吃苦吧 也 谈不上 共匪 土匪 日本人 谁来都一样 老百姓一样都种田 何警官 何警官 我还有点私事 让兄弟们来陪你 你千万别走了 好 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先来来去 去 你好的问题反复问 一个问题 至少要问五遍以上 是 去吧 未先养身体不舒服 你别带任何人 你回去找老师 同志 我能等吗 日本人能等吗 耽误了军务 你长几个脑袋 你们县长长几个脑袋 你必须得等同志 放屁 我雷姆人要去的地方 还没人能拦得住 你 你 先找他 李县长 碰了于是座的命令 实在是有应该 打扰啊 李营长 这是民国的政府 也是贾委员长的政府 您 带兵闯进县政府 是没把我魏九风 放在眼里呢 还是没把 委员长放在眼里 言之有理 你 尽管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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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正 我不归你管 也不归于市长管 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魏县长 雷姆碰了于市长的命令 让唐德的百姓两天之内 全部迁出唐德城 你签字吧 我不签 你为什么不签 我凭什么要签 唐德的百姓刚刚平复 让他们签出去 唐德避乱 你要是不签字 日本人 咱们都完蛋 完蛋就完蛋 要你们这些当兵的干什么 连个日本人你们都打不了 你们还当个球兵啊 我魏母人苦心经营唐德这么多年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唐德 毁在你们的手里 你不愿意签是吧 你不愿意签是吧 给我把魏县长的大令搜出来 咱们替他签 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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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秦 你放心 我有分寸 好 魏县长 你给我坐好呢 走 是 报告 锁住了 拿着 是 报告 找到了 魏县长 咱俩不一样 你是当官的 我是当兵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